东汉末年,中原烽火连天,三国鼎立,世人如同无根扶贫,在乱世洪流中漂泊不定,命运多舛。 在这片动荡的土地上,有一位将军出身显赫,本应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 然而,世事无常,家族突遭变故,父亲惨遭杀害,母亲亦被掳走,年幼的他,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命运转折,又将如何改写自己的人生轨迹? 古语有云,天将将大任于四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恶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服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三国时期,便有这样一位名为秦朗的将军,他的一生正是这句话的生动邪兆。 当我们深入探究他的生平,不禁要问,这世间,又有几人能甘愿承受如此深重的苦难? 秦朗诞生于东汉末年,那是一个天子势危,群雄并起的时代,中原大帝饱受战乱之苦。 相较于那些颠沛流离的百姓,秦朗的童年生活相对安逸。 他的父亲秦一路,乃是名将吕布麾下的一员猛将,镇手下批,家境颇为殷实。 那时的秦朗拥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父亲性情温和,母亲姿色出众,他自幼便沐浴在父爱的光辉之中备受呵护。 同时,作为吕布的部署,他们一家也享受着旁人不敢轻易侵扰的安宁。 年幼的秦朗,对吕布的英勇善战充满了敬仰之情,他梦想着有朝一日也能成为那样一位驰骋沙场,以一当百的大将军。 然而,好景不长,这份宁静美好的生活在他五六岁时戛然而止,曹操大军压境,打破了原有的瓶颈。 原本,吕布与刘备联手,足以让曹操和袁绍等诸侯忌惮三分。 但二人之间却因利益纠葛而反目成仇,吕布与袁术结盟,刘备却趁机夺走了吕布的战马,导致双方关系破裂,兵容相见。 曹操见状,趁机发难,以救援之名攻占陪城,俘虏刘备。 随后,曹操的军队将侠批成团团围住,长达三月之久, 城内人心惶惶,末日将至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面对绝境,吕布派遣秦一路秘密出城向袁术求援。 然而,这一去便是永别,前朗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联姻之势已然尘埃落定,而袁术则深陷流表,孙策与曹操的夹缝之中, 吕布一旦防险崩溃,袁术之命运恐将岌岌可危。 秦一路离城之后,吕布与其子秦朗皆翘首以盼, 望其能速速搬来救兵,解救下批于水深火热之中。 然日复一日,盼来的却是秦一路乐而忘返的讯息。 原来,秦一路难行至袁术营地,产明来以后,袁术飞弹未允其情, 翻以曹操玉水淹下批为友,劝阻其行。 更甚者,袁术赠与秦一路一流氏宗室家里为妾, 令其望却吕布与其儿沉溺于享乐之中。 下批城则遭曹操大军围困三月之久。 此间,吕布虽旅途突围求援, 但曹操已得刘备关羽之助,军力大增。 面对曹军众多猛将,加之关羽之勇,吕布积无还手之力。 城破前夕,关羽得知秦一路逃亡之事, 又闻其妻度士之美名, 随多次向曹操请愿,望破城后, 能将度士赐予他为妻。 曹操表面应允,心中却暗自思量, 究竟是何等角色, 能让不尽女色的关羽也心生向往。 曹操围城三月,秦朗之命运亦随之跌宕其夫。 初始,其父其一路肩负吕布重托, 前往袁树处求援, 下批全城之命运皆细于笔。 吕布即麾下将士, 对秦家多有照拂。 然秦一路久居不归, 众人对秦家之态度骤变。 秦朗心中之痛, 更甚于外界之计讽, 他难以接受父亲, 竟成懦弱之辈。 自幼是父为英雄, 而仅父亲之刑警, 却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 同时,秦朗一悟出, 即便吕布永贯三军, 面对大军压境, 亦是无能为力。 武力非万能, 此乃秦朗人生初始之真谛。 下批中北关羽与曹操联手攻破。 城破之日, 秦朗与母身着粗布麻衣, 混迹于平民之中, 以求自保。 企图隐匿于人群洪流, 小然遁去, 无奈母亲度使容颜倾城。 即便逆身于难民从中, 亦如明珠般耀眼, 难以遁醒。 秦朗与母亲不幸落入曹军之手, 囚禁于一幽暗小院之内。 囚禁的日子里, 秦朗心中满是恐惧与忧虑, 即为失去自由而苦闷, 又深恐士兵们寄予母亲之美色, 行不轨之事。 然出乎意料的是, 这群看似粗犷的曹军士兵, 竟未对我们母子有丝毫侵犯。 更令秦朗震惊的是, 从士兵们的闲谈中得知, 原是关羽将军有意迎娶母亲, 故而他们对我们格外礼遇。 秦朗对这位温酒斩华雄的关云长早有耳闻, 直起英勇无双与吕不齐鸣。 相较于自己那懦弱逃顿的父亲, 成为关羽的义子, 似乎也不失为一种归宿。 然而, 秦朗内心并不愿寄人理下, 但在这乱世之中, 他年幼力薄, 母亲用美貌动人, 唯有一副强者方能保全。 然而, 日子一天天过去, 关羽却迟失未知。 秦朗心中不禁生意, 是战事在起, 还是父亲幡然悔悟, 从园树处修得园军反攻而来。 直至一日, 一位身形不高, 胡须浓密, 身着火红大厂的中年男子步入小院, 其眼神深邃, 透露出不容小觑的威严。 此人正是北方霸主曹操, 一统中原的雄心勃勃者。 曹操对秦朗母子关怀备至, 饮食起居皆细心照料, 令秦朗心生感激。 从此, 秦朗变成了曹操的养子, 并从其口中得知, 吕布已遭绞杀, 生负秦一路亦被袁鼠抛弃, 最终归顺曹操, 于至宪任之宪令。 虽身处一厢, 寄人篱下的滋味, 令秦朗倍甘苦涩, 他时常梦回往昔,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场景, 但梦醒时分, 现实却如冷水浇头, 令他清醒地意识到, 那一切已遥不可及。 为了排解心中愁绪, 秦朗将全部经历, 投入学习武艺与文陶之中, 每日与薛唐老师演习诗书, 或与军士们一同骑马射简。 唯有如此, 方能暂时忘却那些令人心痛的往事。 时光荏苒, 转眼已过年雨。 一日归家, 秦朗经见母亲暗自垂泪, 心中不禁涌起千般滋味, 秦朗误以为母亲受曹操之辱, 深入追问之下, 放置生父秦一路惨遭不刑。 这背后的故事, 源自刘备归降曹操后的不甘与分歧, 一个心怀王徒霸业, 一个始至复兴汉士, 二者道不同不相为谋。 刘备隐忍叙事, 终界出征之机逃脱, 重燃反曹烽火。 图经直线, 他立邀秦一路共襄一举, 秦一路性格柔弱, 以为他人所动, 随随刘备起义。 然不久, 他便决追随刘备之路, 艰心已长, 忙生退役, 此举反复无常, 终触怒了性情刚烈的张飞。 张飞怒不可遏, 犹如昔日赤驴部为三姓家努, 一番争执后, 挥刀斩杀了秦一路。 乾朗听闻母亲叙述, 面不改色, 内心却波澜其腹。 在这世间, 除绝母亲, 他已无牵无挂。 他们的居所还住着一位不凡人物, 乾大将军和禁之一双隐夫人, 即美貌倾城, 其子何彦年幼, 却与秦朗相交甚度。 曹操对这对少年格外偏爱, 只要不与举, 任他们在都城自由兮兮。 何彦自有聪慧过人, 文学造诣深厚, 然因缺乏管教, 渐显轻挑。 秦朗虽也勤勉向学, 却自窥俘虏。 他深知, 今日之安逸皆因母亲受宠, 未来若母亲失宠, 唯有自己方能护他们周全。 几知读书非己所长, 他便转而苦练其舍, 立志成为大将军。 秦朗加倍努力, 汗水尽头一金, 职位变得更强。 同时, 他也谨慎行事, 以免招致曹操亲子之际。 这份沉稳与谦逊, 深得曹操之心。 岁月流转, 秦朗日渐成长, 而曹操已老, 其子魏征皇位, 暗流涌动。 纷争激烈, 秦朗毅然决然地, 远离了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 都城, 踏上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求知之旅, 以此魔力心智, 静待时机。 岁月悠悠, 他默默承受, 终见曙光。 极致曹操之孙曹锐登基, 秦朗赶之时机成熟, 而曹锐亦对这位寡言沉稳, 形势缜密的阿苏叔叔 青睐有加, 虽为以大将军重任, 朝夕相伴。 执掌兵赴后, 秦朗对朝政保持谦逊, 专注于职责之内, 不越雷池一步。 面对外患, 他英勇无畏, 吕破鲜卑于北疆, 有数度南下, 抵御蜀汉北伐之师, 功勋卓主, 威震四方。 审视秦朗跌宕起伏的一生, 不禁令人深思, 在逆境中能够如此坚韧不拔, 最终实现命运逆转者, 世间能有几人。 特别是在三国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 个人生死难了, 更遑论家族遭难, 秦朗却能在父亲遇害, 母亲受辱的沉重打击下, 依旧保持自强不息之志, 实属难能可贵。 因此, 无论身处何种低谷, 我们都应坚信, 只要不放弃努力, 持续奋斗, 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转机, 从幻生机。